教育部委托南台科技大学成立 友善台湾境外学生接待家庭专案计划办公室 让境外学生透过接待家庭深入体验台湾在地文化 而台湾家庭不用出国也能文化交流与世界接轨 此计划为非盈利性质 因此接待家庭与学生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未配合台湾人的作息 提倡短期接待以建立长期友谊 学生平日住在学校宿舍 假日或刻余时间再探访接待家庭 接待对象为世界不同国家在台就读大专校院的境外学生 包括乔生及路、港、澳生 除学术、博士学位的学生外 还包含短期的交换生、华语生等 成为接待家庭的首要步骤是参与培训课程 宁可透过线上系统进行培训及面谈审核 通过后即可线上申请 针对初次接待者建议先进行单日体验活动 这样双方都能感受安全且舒适的交流 也建议接待家庭多接待认识不同的学生 体验更多元的文化交流 更多资讯请搜寻 友善台湾境外学生接待家庭专案计划 一起打开家门 让世界走进家中